百年大泡沫將來咧 美債現在就是好買點咧 是不是咧 我認為泡沫不至於 可是美債現在就是買點 明天過後 可能是大家最便宜 進場買美債的一個機會 全都是泡沫 一瞬間的花火 你所有承諾 全部都在碎落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Victim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我主持人瑟哲郭聰 來看一下 泡沫必修客 百年大泡沫將來咧 真是假啊 瑟哲那個標題像那麼聳動 是要騙我們點閱率嗎 可是現在是不是美債 現在就是好買點咧 是不是咧 再不買就來不及囉 第二個是我們請教三位 專業的分析師好不好 兼具帥氣跟專業 專業有 帥氣我們先問一下第一位好不好 好啊 第一位專業的分析師 林韻凱老師你好 好很顯然講帥氣一定是介紹我 對真的沒有懸念 你一點腫呢 你昨天吃那麼多那個大亨寶 加那個 加那個珍珠奶茶 再還有珍珠奶茶 還有珍珠奶茶 對那那個其實 最近美在是很熱門的一個議題喔 對那會不會有泡沫呢 其實我覺得這是大家目前很想要知道的問題 泡沫參一下 全都是泡沫 只一瞬的花火 你所有承諾 忘記下一題 我去你真的不好聽 真的嗎 我去這個 小韓 你還好 小韓有意我們聽得出來喔 我先聽得出來 小韓這種新歌應該可以 我也覺得 來雖然你是沙洋 我跟你講你要保護你的 好喔 以後這演唱會都不能開了 大清一點啊 來吧 全都是泡沫 只一剎那花火 你所有承諾 全部都在墜落 欸不錯喔 有情感 有情感 那個你看 就佩兒 等一下等一下 就這樣感覺有沒有 他說的承諾就怎樣 就變泡沫有沒有 就很像就是 就是做完那件事以後 然後撕後煙 佩兒的煙賞你知道嗎 是 應該是這樣 因為他的泡沫的情緒 是這樣來的 對啊 這首歌要贏你的 是好 沒關係 應該我們現在都已經變專家了 這首歌誰贏誰 為什麼這首歌你唱得不夠好聽 不夠好聽嗎 是你的準備嗎 不熟 對可能不太熟 那再來一次 還是太新了 換一個唱法 換一個唱法 唱很強 對 全都是泡沫 自一瞬的花火 你所有承諾 全部都太脆弱 你感覺被分手140了 你真的嗎 有進步 有感情一點 沒關係怎樣 怎麼樣都唱得比我們兩個好聽 所以我們不要太鼓勵太嚴重 沒錯 毅凱老師 美在怎麼看 美在的話 我認為泡沫不至於 可是美在現在就是買點 為什麼我就不破題了 沒錯 毅凱老師的LINE記得加一下 不知道怎麼加 這三個老師LINE都很簡單 你只要點節目標題 點了以後 顯示更多內容 點了以後 就直接有三個老師 還有這些相關老師的 連結LINE連結 來 基鼎老師你好 全都是泡沫 好啦算 老師你不要唱歌 我已經在泡沫裡面了 你才有比較 大家會加毅凱的LINE 我跟你講 好啦 我跟大家講 是不是泡沫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星期四 不是猴子要去看電視喔 今天星期四 明天生下最後一個交易日 我認為 明天過後 可能是大家最便宜 進場買美在的一個機會 今天星期四 猴子錄股市 欸這可以 原來猴子有這麼多市喔 猴子還真忙 好啦 那基於四 明天就只剩下一天了 所以你今天節目要趕快看完 然後呢 決定明天到底要不要給他 美在買下去 好 泡沫來 全都是泡沫 算了 他已經把最高音唱出來了 真的 一首歌就是人生高峰了 好不好 一出場就高峰 很高峰 欸欸欸 可是老師 股票高峰還有高峰 還有 基頂還有更頂好不好 嘿 切個叫他LINE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來 韋太老師 全都是泡沫 我一瞬間的花火 就這樣 我不太耳機 是你一首歌剛好適合你 哪一首 剛好遇見你 適合你的聲調 剛好遇見你聲調 我 這首歌你沒聽過嗎 剛好遇見你是誰 怎麼唱 剛好遇見你有沒有 凱哥 凱哥帶一下 來來來 練一下聽 哪會心啊 來 因為剛好 對對對 因為剛好遇見你 所有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老師你回去唸一下 這首歌適合你 真的喔 錯喔 誰唱的 剛好遇見你 對啊是誰唱的 女生還男生 很多抖音的歌 回去找一下 回去找一下 老師開玩笑 老師你上來一下 請 回去唸一下 那個你的聲音 你的音 音階 適合這首歌 我現在回去唸歌 好辛苦喔 老師來我們看一下 百年式大發磨來臨 老師 好 最近啊 各大投信公司 他們在發行ETF的時候 他們都往一個方向靠攏 就是債券ETF 沒有錯 根據投信投庫公會 到5月底的資料顯示 我們台灣的債券ETF的規模 已經達到了 2.53兆元 哇 哇 而且單是5月份 這個月就增加了1624億喔 今年1到5月份增加了5168億 換句話說 這2.53兆元的規模 裡面有20% 是在今年以來 這短短的5個月 就往上去出現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美債價格呢 可能會因為聯準會的一個降息 大幅度的一個提升 所以呢 在現在的股票市場漲高的時候 美債就會變成 相對安全的投資選項 也就是說 像是我們所謂的資金避風港 反正的券大家還不了解債券 反正就是要降息的 美債就會 就跟著就賣 美債就會盤 除非要不降息 或甚至升息 可是現在看起來沒有升息的餘地 因為升息至少要通膨5% 因為你像利息已經 來那個基準利率要5.25這邊了 所以基本上 只剩降息的一個選項 好 來老師來看一下 這個是最近這三年 這個台灣美債ETF的規模 2022年呢 它的規模是1.18兆 那麼到了2023年呢 它的規模已經來到了2.02兆 跟前一年增加了0.84兆 那麼到了今年2024年還沒有結束 已經來到了2.53兆 已經增加了0.51兆 可見現在這個市場上面投資沒有 對於買美債這件事情 好像已經快要變成一個 全民運動了 好 那對於買美債 然後防止股市泡沫這個議題啊 事實上好像在昨天的這個節目當中 基哥有跟大家去做過分享 比分假的啦 對就是看多的人跟看空的人 聽起來好像 好像做某一方面的事情還怎麼樣 不知道是不是基哥 基哥 凱哥聽起來很好聽 基哥聽起來 還是你叫鼎哥好了 鼎哥更難聽耶 更難聽 我覺得基鼎好聽 可是基哥 基頂好基頂 我覺得基哥 鼎哥聽起來就是這個 討論人家的名字 然後一直點東點西 是不是有點像霸凌啊 你這樣講很瘦啊 對不起 我們收了這一句話 我也怎麼會霸凌 你在玉凱欸 我說每次都玉凱怕老是 玉凱成這樣嗎 他突然不覺得啊 因為我不胖啊 我不胖啊 我幹嘛讓人家講 問心無愧啊 你怎麼看起來也不大欸 對啊 你臉真的是算小了啊 我以為你本來就小了啊 你硬打得多啊 對啊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看空的一個投資朋友怎麼說 你說基哥怎麼說 回到基哥怎麼說 什麼又回來了 你看你說基哥怎麼說 基哥 他說我不要討論他的名字 可是我要問基哥怎麼說啊 因為我們剛才我繞過去了 基哥的看法就是股票市場還會繼續漲 好 那目前就是大家認明說 外資今年來只買了798億 那如果說外資回頭再買燒台北股市 就會再創高 那目前北股24.6倍 但是未來我們的企業獲利 往上做增加之後 帶動台股獲利 那麼現在的這個24.6倍的北股 反而還會再下修 好這是說 因為股市一泡沫啊 反而如果是大泡沫 戳破 再次反而會漲 所以我們先討論股市的多跟空 老師股市的空怎麼看 老師 如果說從融資規模來看的話 現在融資規模大概來到3172億 創下2010年來的一個新高 再加上證券存款的話 波魚在創高 代表漲戶有點過熱的情況 那麼過往台股本一比的部分呢 是13倍23倍 所以目前可能已經有一點點過熱 那麼短線的修正 看起來是在所難免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加權指數 現在的一個這個 所謂的K線 其實從這個K線來看 我個人認為呢 就是它現在還是維持一個 中多的趨勢沒有改變 或許短線上面會有一點點 就是踩煞車 但基本上 我認為目前還沒有看到 它轉空的一個跡象 但是 大家現在很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提到了AI的部分 到底這一次的AI的熱潮 AI的狂潮 會不會重現2000年的網路泡沫 有嗎 有贏嗎 有贏嗎 來看一下 這個當時的2000年網路泡沫的時候 台北股市 是一路往上去做一個衝高 往上做衝高 然後衝高做到10393之後 就往下去做一個回跌 現在2024年AI狂潮就是一樣 好像有一個類似的一樣 這樣子的一個走勢 所以有新人士就是說 這個可能接下來就會像這樣子的走勢 會往下跌 事實上 多頭走勢不就這樣嗎 真的 長多就會長 對嘛 只有什麼好穿著富貴的 對嘛 我們就這樣嘛 不是啊 你要多頭走勢就是一路向上 那長相都一樣 就是從左下到右上 長相都是一樣 除非人說到到底就是 長到什麼點位 不然其他都很像 對 多頭是一定會上去了 然後最後下來 什麼時候下來而已啊 不一定什麼時候下來 對 有可能明年下來 後年下來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大家 至少是講到結論了 不一定要擔心 就不用擔心 好 閒今朝有酒 怎麼樣 今朝醉 是不是 好再看一下 所以要Q他唱歌嗎 今朝醉有今朝醉 沒有這首歌啊 沒有這首歌 很難很難 這種什麼歌 知識 人生短短幾格 秋 什麼 這是歌嗎 好不好 是不是 你不要再唱歌比賽了 老師 你叫我不要 每次來上個福利社 還要先在家裡唸個歌 很累欸 真的 不要這樣嘛 哪有 裕卡很多粉絲是因為要唱歌欸 裕卡很多粉絲是不看他節目 直接聽他唱歌而已欸 加Line 只為聽唱歌 不要聽 不要鼓 所以加Line就點歌嗎 對 有人就是要加入他Line就是要點歌啊 加入他韓列就要點歌啦 好是來看一下 應該可以開個唱歌頻道 不然你覺得看他的臉 你覺得大家是為了臉還是為了他的聲音 一切盡在不言中 臉吧 怎麼看中的臉吧 是嗎 小孩你自己說是臉還是 小孩你自己說 是臉還是什麼 你自己說 滿有鏡頭表示就好 你自己說 是臉嗎 看他的臉 是臉嗎 是 是臉啊 你給多少錢 是 是 是好像每次臉就算了 來 好 來看一下 回顧一下2000年 網路泡沫化 跟現在2024年AI熱潮 到底有沒有真的相像 首先第一個從背景來看 在2000年的時候 當時網路沒有普及 所以市場上面對於這些 這種所謂的想像空間 很大的一個產業前景 非常看好 那麼到2024年的現在 網路發展5G傳輸 硬體應用已經成熟 OK 當時網路泡沫化 當時主導的公司是Sysco 也就是思科 現在2024年的AI 則是由NVIDIA跟微軟 等科技大廠 包括甚至 現在連Amazon等等 都要去做切入 甚至蘋果也要去做切入 OK 那主要應用部分 一個是用在網路 一個是用在種種的科技領域 OK 至於說在其他影響的部分呢 這個就是跟現在有點像 當時很多新創公司 他們只是掛了一個 的名稱在後面 他們就收到很多很多的資金 然後就開始去大撒幣 去大手筆的去贊助 許多的一個廣告業務 那麼現在呢 則是大型公司在做主導 但是也帶動相關的工業成長 那當時指數的一個上漲幅度 是高達34.5% 那這一次呢 到目前為止是21.3% 還可以接收 對 其實我個人判斷 這兩次不能夠相提並論 我懂了 你要說什麼 我猜一下 第一個現在都是集中在全資股 是 他的現金很多 對 他沒有花關的現金 以前都是網路泡沫 都是小型股 小型股有沒有獲利空間 你不知道 嗯 沒有賺錢 是 你現在大型股 我說就算這些花關這些 那些一半的現金 他還是賺錢 你去看比如說Apple 你每天都要訂閱他的App 你就是怎麼樣 你就是散錢給他 拿去研發AI 對不對 這說到重點 其實當時的網路泡沫化 當時的那些泡沫 很多都是新創公司發生的 現在你看都漲啊 這漲回答 你看NVIDIA跟微軟 你認為他會倒嗎 他會泡沫嗎 不會的 現金很多啊 他們是一個真真實實實在的一個企業 這麼多年 你看很多人買 為什麼我們昨天有提到 ESG那個群益投准債 像嗨 很夯 為什麼大家投准債投資哪些 投資這些灰打 蘋果啊 他缺錢在發債啊 他們覺得不會倒啊 好 重點是他們真的有穩定現金流啦 老師 所以要講到重點 好 所以到底會跌 看起來好像沒有 所以我認為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那麼嚴重 不用金丟 真的嚴重 也反而可以買美債 對 這是那個風險告訴你 可是有沒有那麼嚴重 美債感覺是進可攻 退可守啦 對 退就是沒有崩盤 你就是 你就是每年4%到5%的一個殖利率 K0啦 萬一有崩盤或降息 還是漲 老師來看一下 這邊會不會 看起來好像也是不會嗎 是 當時失科的一個股價的走勢 對 所以我認為大家不要想太多 不要有過多聯想 我們來看一下2000年的表格 老師你說 對 2000年呢 當時就開始進行到了降息的一個循環 他從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這段期間 當時 S&P的20年以上的公債指數的報酬率 就來到10.6% 這個是從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的這段期間 那等到他開始降息 啟動降息之後到最後一次降息這段期間當中 這個時候的公債的指數的報酬率 就高達了34.6% ちょっと待って 降息兩階段 我們還屬於第一階段嗎 而且還沒開始嘛 對 還沒開始降息 所以突然開始降息還會再漲 所以真的開始降息以後 到最後一次降息漲更多 所以你在這個隱藏的空間感覺有40%以上 對 那加起來就是45 44 45.2 45.2 45.2 所以拉遠一點點 老師你看一下 這個等於這個是基準利率下降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對 這是什麼 這是大盤是不是 這是大盤的走勢 對 大盤的走勢 美股的走勢 那是拉克100%的指數 那很少是下下去了 可是債券只利於下滑 反而美債一天五漲上去 沒錯 所以它是個避險的航空距 如果萬一泡沫來臨了 1.1%看起來有機會 反而債券漲很多 大家痛苦的時候你反而開心 對 好我們去看看 可是這僅供於美債 頭疼債沒有嗎 老師我們那時候有做過標題 我們特別做過 頭疼債沒有 就是這些你剛好買的一些 投資型的 債券反而沒有 因為那時候會影響債市 會影響股市 然後影響公司的一些債券的發行的情況 大家會怕 還是怕萬分之一 那時候就會擔心了 會不會倒閉 是 雖然機率不高 可是會影響它的價格 是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同產加硬的 美債鋼琴展 前面沒有買的還能追嗎 老師 還有2007年跟2018年比較 一樣嘛 2007年當時有三階段 現在都屬於第一階段而已 現在都還在第一階段 還沒有 還沒有正式啟動降息 就是這第一階段還沒有結束 都還沒有啟動降息 對 第一階段 就是最後自升息到開始 降息這個階段 它的報酬率就來到15.36% OK 然後到從開始降息 緩慢降息的這一段 TLT的報酬率是8.28% 然後到後來快速降息的時候 TLT報酬率也是快速往上做拉高 報酬率來到31.84% 所以再加加起來 基本上也就超過50%的報酬率 每次都50 是2000年 2007年 因為台灣的債券ETF發行的時間 比較短 你拿TLT 美國的債券ETF來比較就知道了 而且還可以減少這些匯兌的價差 是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樣2018年呢 好 2018年 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 這個橫盤階段呢 它的報酬率是12.37% 然後等到它開始降息的時候 就有28.13% 也40% 這樣加加起來也就40% 其實不能算三階段 這個已經算是 這個已經要升息了啦 通膨再起了 有個人來說的話 是到降息結束的時候對不對 是 基本上考慮降息之前40% 對 那真的通膨再起的時候就怎麼樣 不能買美債了 對 你只要看到通膨 老師是不是看到通膨3%以上就要注意了 是 要從 對 沒有錯吧 對 或是2%以上 是 沒有你有什麼問題 老師我的問題已經問到不想再問了 因為呢都是 一定就是買嘛 但我想要問的就是 不能再講啊 買還是有藝術啊 有藝術的買啊 有些人是新來的人 就有人不知道Coco是誰 Coco也是老Coco啊 或是 周育寇啊 Coco啊 誰知道是誰 那你一定是股市菜鳥 好 好 老師我想要問啊 因為現在很多人呢 拿美債去做質疑啊 那如果債券跌的話 他們會怎麼樣啊 如果說抵押的商品 它的價值 往下 往下減少 嗯 那麼基本上呢 拿去抵押的那個人 就要去補錢 對 就要去把他的價值 把他補上來 對 那這個風 可是這個 就像我講的 這個其實可以觀察它 為什麼 因為除非通膨震到5%以上 才會再次升息 再次升息才會債券ETF跌 所以債券ETF跌的機率 比較沒那麼高啦 如果在合理範圍內 如果頭等債也就是 怕萬分之一的大泡沫崩盤 是 老師那我們來看結論 結論是什麼 老師您說 所以從剛剛到現在 我們就是跟大家做一個結論 不管是不是出現泡沫的話 只要連準會開始降息了 基本上美債就會持續的上漲 一直漲到就是它停止降息為止 那根據統計的最佳的買點 將會是最後一次升息到 開始降息的這段期間 也就是現在 也就是現在 所以美債平均漲 現在就是最好買點 對 美債平均漲幅是12% 如果加上開始降息之後 平均漲幅大概在34%的情況之下 獲利大概都接近50% 50很多 同樣1000萬賺500萬 而且它是最穩定的標的 不過這個也可能有時候 快一點 兩三年 慢一點 快一點的話一兩年 慢一點的話有可能三四年 才完成這個降息循環 好不好 好不好就看到時候是軟軸路還硬軸路 好不好有興趣的話 訂閱我們頻道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育凱老師 您不知道您有沒有什麼特殊想法 學到沒 學到了 泡沫怎麼唱是不是 對 你喜歡說什麼 全都是泡沫 只一瞬的花火 這個蠻好一點 不錯不錯 感覺立即在參山 很老欸 好結論就是說 沒有不用講了 不用結論了 沒有開玩笑 來你說 那現在確實好買一點 可是如果你會怕 那就分批買 就這麼簡單 謝謝老師分批 金老師來 如果你真的會怕的話 其實我覺得美在真的疊下去 你也不要怕 因為疊下去你就當佩席 就是不要看他 不要看他每年領4% 也比起你定存好 就是進可攻退可守 所以不要怕 真的就像育凱老師講 進可攻退可守 育凱老師都分批 不要太急的緊張 因為你整個全壓人就會緊張 好不好 所以慢慢買就好 慢慢買 不過趕快 9月如果 甚至急了說 7月要降級 那就不行了 那還不急了 先買再說了 你就不會緊張了 好不好 老師 這個 謝謝各位老師 所以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而且我們其實 歡迎大家贊助我們 donate我們好不好 因為我們沒有其他業配 每週週五晚間 8點上線 一張解盤影片 二次教學影片 算跨 謝光臨 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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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手 邏輯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 去 瘋狂股市 瘋狂股市 你先告訴你 人家 二月一高 瘋狂股市 向前套 開始搶打 瘋狂股市 瘋狂股市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自由 誰能快點告訴我 每題他不要讓機會錯過 怎麼他不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羊肌 綠長 我去世貿易懂 阿諾 看多 看空 春夏 秋冬 我有 我們在你左右 賣酒盆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信 瘋狂股市 福利社 地間告訴你 最最高 少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 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財富 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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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 8085 080066 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指導字號為 111年金管投顧 新字帝014號 本公司以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